伊兰罗东发生惊险的连环状车祸 肇事车辆不但高速冲撞前方停等红灯的轿车 还继续失控撞破一旁超商大门 轰然巨响吓坏了众人 目前民众表示驾驶头部受伤 闯大祸之后还在车上呼呼大睡 全身散发浓浓酒气 弄一台车 滑过来弄到这边看 蓝色轿车好短短的等红灯 没想到突然遭后方银色轿车猛力追撞 车子瞬间失控打滑 地面还擦出火光 车转半圈才停下来 但招式车辆却还继续往前冲 一路撞进超商 超商大门整片玻璃瞬间碎裂 巨大声响吓醒睡梦中的居民 从另一个角度还原撞击瞬间 银色旧车直撞蓝车车尾 引擎盖隆起 板机明显变形 超商更被撞得一片狼藉 事发在12号凌晨4点多 宜兰罗东中山路二段与东容路口 最夸张的是撞成这样 招式驾驶他却呼呼大睡 飘散浓浓酒气 头部受伤送一治疗 撞的车又撞超商 虽然人没有大碍 也没有人遭受波及受伤 但这财存恐怕不小 只是招式驾驶受伤送医 当下无法进行酒测 到底喝多醉 闯下如此大祸 就待抽血后让数字说话 让自己的离谱行径付出代价 记者张凯婷一轮报道